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家车人论的,我是阿卓 今天我身边的这一部呢,是一部新款的自给LS2 其实这部车呢,对我来说它更重要的是让我去补一补课 让我试一下这个LS2在今天的这个高速跟山路的工化下面开起来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国产Model Y 然后顺便呢,现在这个是一个新款的车型了 大家先看看它的外观对比啊 我们来玩一个大家来找叉的游戏 看一下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它跟旧款对比,新在哪里呢 那前脸的部分呢,多了一对灯啊 这个微整形呢,它不仅仅是改变设计 而是它赋予了它有一些新的功能 比方说它多了一个转向的时候的侧方位的补光 尤其是你在晚上进小区的时候 如果你侧边有个花机有个花台对不对 那这个侧向的补光呢,它因为它的照射范围很大 所以这个是很make sense的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呢,啊,你行走在一个路上面 然后在盲区突然间跳出来一个人啊 它这个灯呢,会有一个暴闪的功能 提醒人,同时也提醒你自己 那另外呢,上面的部分呢 其实呢,就是在防刮条这个地方多了一个激光的雕刻 看起来细节会丰富一点 然后在尾灯的那个黑色试条上面呢 做了一个同样的处理 让这个车看起来多了一些细节 然后其他的变化呢 主要还是在这部车的智能驾驶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我之前已经拍了一个视频 来讲了这一套MOMENTA的自驾系统 真的是很炸烈的这个效果啊 我觉得让我感到非常惊喜啊 大家去看这条视频就好了 那说到补课呢,是因为我之前这部LS6 没有走过那么长距离的一段山路 所以今天呢,我会重点在山路的部分 来讲讲这部车开起来 究竟能不能媲美MODO ONE 那首先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这种 半截式的方向盘 因为我们打方向的时候 大家自己感受一下 你是用一个往上推的力 还是往下拉的力在打方向呢 那其实你们自己开开车就会知道 其实你是在用一个往上推的力 来去操控这个方向盘的 然后往上推是主要的 往下拉是次要的 但是用这个方向盘 当你的手搭在上面的时候 其实你是主要用这个往下拉的动作 在操作方向盘 那么这个用拉来做一个主要的力量输入的话 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你操作这个方向盘 精度会没有那么足 再加上这个方向盘 本身它的盘径比较小了 所以很可能开这个车的时候 你的方向盘打方向 操作就没有那么精细了 然后呢,我也发现了这个方向盘 它在一个低速打到大概差不多180度的位置的时候呢 它会有一丢丢的这个不太顺滑的这个齿轮感 但是如果你把车开起来 不会明显啊 只是在低速你偶尔或者说刻意的去挑动它的时候 这个方向盘会有一丢丢这个齿轮感的问题啊 但除此之外 其他的工况下面去用这个方向盘 是足够顺滑的 然后讲驾驶感受之前呢 先来重温一下这部LS6 它的一些硬件的配置啊 首先呢 它是上汽同平台的车型的这个L7啊 L6啊 LS7啊 一样是用的一个前双XB 后五连杆的一个悬架的结构 然后前头的副车架 它都是铝合金的 然后呢也用上了大陆集团的一个one box的这个自动总控泵 然后也用了大陆集团的一个刹车的卡牵 然后转向系统呢 用的是模式的 那所以整体来说它很多跟驾控相关的硬件呢 都是用的这些国际上面的名牌产品 这个后轮有一丢丢的甩动 应该就是它的主动的后轮转向的帮助我进了刚刚那个弯了 让那个后轮呢有一种跟其他车完全不一样的动态 其他车可能你要用重刹车 然后把方向甩进去 然后呢后轴通过重心转移 才能够把后轮跟进弯里面 但是这个车就不一样了 这个车呢是直接 它的后轮 我是有动作自己往弯里面拐的 这种感觉还挺魔性的 因为之前没有过 很新鲜的这种感觉 然后来讲讲这部车现在呢在一条山路上面 我先用它的运动模式啊 首先方向盘是变成的 这个成的手感呢有点像改款前的Model 3 Model Y的那种感觉啊 就是阻力感是很足 然后搬动方向盘呢 它的中心感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重量是偏重 那用这样的一个设定去供一下弯啊 看 哇哈哈 所以这部LS6在运动模式下面跑山 挺有乐趣的啊 它虽然看起来很大步 看起来重心很高 但是这部车的运动模式呢 真真真真真能够做到 让这部车在运动的时候 是整个车是投入进去的 然后整部车它的贴路感是很好的 而且在这种稍微有点短波起伏的路上面 它的整个车身的动作收敛的是非常干净啊 不会有任何的余震 而且是速度越高呢 这个运动模式能够带来的这种稳定性的收益是越高的 但是相对啊 它在路面上那些冲击呢 它的那个冲击感就会相对明显一点 而且我感觉的是后排要比前排更加明显 再加上其实这部车 它的前半部分的刚性很足 所以在前排运动模式下面 整部车它的一体感整体感是很强的 但是后半部分呢 因为它的尾箱的开口的关系 再加上它的后部车架不是一个硬连接 所以整个车身的后半部分 它的抗扭刚性呢 要比前半部分稍微差一些 所以在后排用运动模式下面 它在过这些勾勾坎坎的时候 整个后排的冲击感跟这种震颤呢 会比前排要明显一点 那这个就是运动模式下面 前后排它的感受呢 是有点割裂的 随便掉头的 它的整个掉头的半径只有5米多一点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双车道两边 再多一些非自动车道 这个车就可以原地完成掉头 都不用再搓一把方向 好 接下来我再用一下这个舒适模式 试一下吧 哇 这个感觉好明显啊 换了舒适模式可能半秒之后呢 整部车好像这个胎压就降了大概有一个巴左右 然后呢 连过这些白色的减速带 它的声音都不一样了 这些就砰砰砰 那调到了软的模式就是 会变得更加的沉了 那这个不是玄学 是真的 因为其实悬架的刚性会影响一部车的MH 会影响你的车身的这种震动声音传播的路径 你传进来是一个什么频段 这些都会受到这个刚性影响 其实这个就说明这套CDC呢 它的整个阻尼的调整的范围是非常巨大的 你看我现在用上了它的舒适模式之后 我就觉得这部车好像它不仅仅是一个单枪的空旋 因为单枪空旋呢 它基本上不怎么会改变这个弹簧的刚度 即使改变也是只会改变很小 只是它在一个跟它高度相关的线性区里面 有一丢丢的改变 但是现在我用上了它的舒适模式之后呢 我甚至觉得整副车它就像那些双枪空旋的舒适模式一样 直接将这个悬架的连弹簧都会打到最软的那一档 但后来我跟工程师有沟通啊 说这个只是单枪空旋 但是以单枪空旋做到这么宽带宽的一个软跟硬 那这个减震器我觉得真的是本事非常非常大 你看我现在是舒适模式 然后一到运动 哇整个底盘就变得很紧绷很紧绷 如果刚刚那个是正常胎压可能2.5 那现在的整个底盘的感觉就像是做到了一个3.0胎压的那种路感了 但当然除了路感之外 我用一个舒适模式呢 它整个悬架的起伏的动作也会更多一点更柔一点 这个就是它的弹簧配可一个软的阻尼啊一个正常的现象了 而且呢确实在这种软阻尼的状态下是显著的减轻了这部车整个底盘的那种冲击感的 包括后排的那种震灿啊也会减少很多 所以其实如果是后排有成员的话呢 那么用舒适模式后排的整个体验也会好很多啊 那所以哇这部车OK我啊 就之前呢我在公司没有很认真的在这样的场景下面去试到它的这套CDC空穴 但是今天在这条山路上面确确实实从操控的层面从路感的层面从舒适性的层面 对于这套空穴呢我又有一个新人认知啊 不过呢这部车我觉得它的前后弦也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好像前轴硬后轴软的车都会同样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就是啊同样一个颠簸 后轮的运动的幅度要比前轮大 同时它运动的速度呢又要比前轮慢 所以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前后轴呢它是不同不运动的 导致这个车它在前后方向上面有一个好像坐船一样的啊啊啊啊 就前后晃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会扎重后面乘坐的人呢 会有可能会有晕车的感觉 那一般如果做的好的话就是啊 它前后的刚度相对比较一致或者后轴的刚度甚至稍微比前轴高一丢丢的话 那么它就能够做到啊前后旋呢它是一个红上红下的感觉 那么人在车里面它就不会这样子前后晃 而只是会上下浮动 上下浮动呢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容易晕车 但是这部车我能够理解它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当它的后旋架更软之后呢 它就能够让后排在平整路面上面它的乘坐质感呢是更加的优秀 所以这种东西就只能是取舍了 哎 来了 现在这个有一段烂路哈 这一步呢好歹是个SUV 我们来感受一下 舒适模式下面它所有的路面的细碎震动的过滤是做的非常非常棒的啊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遇到一些大冲击 要靠秤套去化解的时候呢 其实像现在很多的电动车都一样 因为它重啊 所以它在这样的速度去冲进一个坑里面的时候 其实它整个车身的动能是很大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你的秤套呢是很难完完全全将这些能量吸收化解掉的 所以就是在大冲击下面所有的大体重的电动车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你会感觉整个秤套BOOM的一下好像下面有个手榴弹炸开了啊 是这种感觉 但没办法 这个就是电动车很难去完全解决的问题 以前在油车时代你一台车1.4 1.5吨 你用一个相对啊有液压的秤套 你已经觉得这个车好你高级怎么都不路线 但是来到这个电动车时代即使你的秤套了 像一个沙包那么大 但是该有的时候呢该有一种秤套积穿感了 那都是该发生还是要发生这是没办法的 所以从底盘这个角度 我觉得LS6这部车真的就是做到了高分的硬件 再加上一个比较高分的调校了 我们不能够对一台高重心高重量的SUV吹毛球师说他啊开起来 没有那些什么轿车那么好开这不是必然那么废话吗是不是 两斤的棉花肯定比一斤的铁要更重嘛是吧 然后就回答一开始我提出的问题 它是不是一个Model Y的国产版呢 我觉得这部车他包括刚刚我在高速公路上面 这部车他也认为他的舒适性还有MH的表现 我觉得拿Model Y来跟他比呢真的是侮辱了LS6了 因为Model Y他的整体的MH的表现包括他的绿震颠簸 我觉得要比LS6差不少啊 但是特斯拉是一个目标非常明确的车厂 他知道Model Y这种电动车他要的是一个非常灵动的动态的表现 他也知道买Model Y的人究竟要的是什么东西 也说不定是特斯拉的底盘工程师对于这种所谓的舒适性的调教 他也不那么care 而LS6呢他是一部根植于中国市场为中国消费者量身打造的车 所以他在舒适性这一款呢 DELTA Model Y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你说操控灵动这部分呢 虽然空穴能够找补一部分 但是他的这个重量啊啊 他的重心啊就擺在那了 所以还是比Model Y差一点啊 有一说一吧 然后接下来来讲讲这部车的其他方面吧 先讲动力 首先这部车我觉得他的整个电门呢 还是挺跟脚的啊 但是我觉得不足的就是他的动能回收 我会觉得有点太弱了 他即使用到最强的那个档就是标准 他也没有能够做到一个很强的减速的拖拽感 最典型的一个场景就是我刚刚在跑下山段的时候 我松开电门他都没有办法能够让我维持一个匀速 我还是要轻轻的拖着刹车 用他额外的那个动能回收的力度 才能够让我的车保持一个匀速的状态 那我觉得其实他可以再把他的那个标准模式呢 做得更强一点 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就是MH的方面 这部车他因为是四扇车窗都用了双层的隔音玻璃啊 所以他对于外界的噪音就是旁边的车经过的那种声音 他的隔绝是做得很好的 包括风声乱流的那个口哨声 那基本上在这个车上面都是听不到 但是呢有点缺点就是他的胎罩是有一丢丢明显 尤其是在粗糙路面上面 其实会有比较多的胎罩会传递到车身上面来 而这个胎罩的传递路径呢 我觉得第一个是从他的轮圈车轮架 再到悬架摆壁车身这样传进来 另外一个好像我听他的声音 是从门缝那边渗进来的 所以我觉得他的胎罩会有一丢明显 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一步是一个21寸大轮圈的版本 而且用的轮胎这套鞋子呢 也不算是那种极致的静音轮胎 如果是去到20寸的版本配的那个后胎呢 相信他的静音表现会更加的出色 而这部改款车除了刚刚说到的外形部分之外 他类似也有一些小调整啊 第一个就是他的车机的芯片 也紧跟潮流呢 从这个8155切换到了8295了 另外就是车门还有车事件上面的一些纹理呢 也进行了一个调整 来让这部车多了一些细节 看起来会更加的精致 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 LS6的这一波跟进呢 第一个他的自驾的部分真的是给我很大的惊喜 非常的感开 而且开的能力也非常的强 第二个就是他用了空旋的这个版本 他的车型呢 运动模式跟舒适模式之间的区隔足够的大 让你真正的运动模式是真的能运动的 舒适模式真的是很舒服的 这种这么巨大的区隔呢 其实在很多的车里面是做不到的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这部车难能可贵的点 那第三个就是这部车 它的乘坐的垂向的空间 还有第三排的坐垫的角度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友好的点 让大家在后排的乘坐的体验 可以在空间感开扬感方面都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LS6跟Model Y我觉得是 虽然他们的体态看起来很像啊 分量看起来也很像 但是两个车可以说是不同世界的不同产物啊 那Model Y呢如果要打比方的话 是有点像以前老的本田车 就是开起来松松垮垮啊 有点粗糙但是就是好开就是爽 而这部LS6呢其实是更像跟那台本田车 一样体量的一部奥迪 看完视频对这台车有更多问题 想向我们提问的小伙伴们 欢迎在小程序搜索大家车 在首页点击选车 就可以一对一找我们提问啦